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止尽的慈悲心 更将古圣先贤这种古话来做开始 这四点实际上是真贬我等凡夫众生的 普遍存在的毛病缺点 那对于这样的众生的毛病缺点 奴道是三家圣人 都有共同的角度不同 浅身有差异的开始 那么第一点就谈到 要修道之事 要平淡 要对峙自己的现行烦恼 所谓喜怒 哀惧 爱物欲 这些烦恼 降伏烦恼我们的心性 才能够端正 端心 如果烦恼占主导地位 我们的信德就会远离 遮蔽 那么这个端心 心还要坚固 才能够急功累得 如果不是这样 那就很难入道 这是第一个开始 第二个开始就谈到 普天之下 也有很多秉性 聪慧 聪明 也想向上 走向上光明的道路的人 但这些人 有一个毛病缺点 就是自恃之见所障 却为自恃之见所障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傲慢 自以为是 自以为天下第一 这是余生俱来的我慢 那自恃之见的障碍 障碍什么呢 它就成不了大气 它的心量就会狭小 那么为什么成不了大气 它一自以为是 一傲慢 就不会有谦虚之心 你看周一里面有一个卦 叫牵卦 下根上坤 山在地下 牵字向也 在牵卦里面讲 天道亏银而易签 地道变银而流签 鬼神害银而浮签 你看这个 在人道也是赞叹签 而扁薄 那个骄傲 你天道亏银 你看这个 这个月亮到了满月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变成 就会 就会被 就约四 你这个 中午的 太阳到了最顶点的时候 它就要 下去 那地道也是在大地上 你那个 很低洼的地方 它是水 就会流住过去 你高山 高山它就会 让你 土石崩坏 因为地就有这么一种 这个 把你太隐满的东西 给你转变 把这个 很谦卑的地方 给你隐满 鬼神对于那种 骄傲的人 他会 去 去 害他 对于那种 很谦卑的人 会给他 福报 所以你看 自古以来 所以就从天象 鬼神的道来看 都是强调 天的 这种 德能的重要性 所以 自古以来 大圣大行 他建功立业 都是从战战兢兢 芦蕾薄冰的地方过来 就像 大禹这样的 建立 这个治水的功德 像周光这样的 这个 辅佐 陈王的功德 他们这两个人 都是 非常 谦卑的人 叫 劳谦下士 所以这个 在佛教里面 他为什么要常常讲 惭愧啊 讲自己是惭愧 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 谦德 悲以置目 不能高慢 这个 高慢 高山 不流伐水 你要求学佛道 一定要 尊 尊他 这个 意谨 把一切都看成是 比自己 高明的 自己要谦卑 你要求学佛法 也是下人不生 不得其今 你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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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家才能够教你 如果你自以为是 这个杯子都是满的 再也 倒不进水了 所以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他就有点像三家村里 村房地 他就 自己感觉的很了不起 这个 他这个自以为是的人 他心量狭小就体现在嫉妒 嫉妒比自己高明的人 于是他所接交的这些朋友 也一定是比他差的人 因为他对比他高的人 他不想去 去交朋友 比他低的人 能够常常说一些奉承的话 赞叹的话 他天天就是洋洋得意 所以这样的人 他的行为造作 他自以为是 就别人指出一个过失 他就不高兴 甚至要跟人家反点 但实际上真正的朋友 道友 有一个职责 就是 这个 规劝朋友的过失 责善 这叫真友 有这个 这样的一个朋友 他道也才能增进 一个朋友 能够对自己的过失 能够执念不惠地指出来 你要深感激自信 因为他在帮助我们改正错误 如果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失 他就路发冲冠 就不高兴 人家就永远不会跟他说了 永远不会说 他一生的毛病缺点 他都一点都发觉不了了 这样他在修道 在德业上就完了 所以 众中有失者是之 大众当中 有这种毛病的人存在 你自己反省一下 要好好思维 要改变这种 自以为是的 涅障 好 再就看第三点 第三个开始 第三个开始 就是世间人 这种贪心 贪然之心 贪然之心 有这个对五欲 明文立养的贪心 他就去求 向外求 而且求得很勉强 都去向外面求 要得到这些东西 这就是 不懂因果 那一个修道人 实际上 他要有一种 什么形式呢 叫无数求 达摩祖师 留下著作不多 他留下一篇开示 叫四行观 这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看 达摩祖师 虽然是禅宗的祖师 但是他在一些开示上 对我们日常的修行 还是很有启发的 这个开明镜上谈到 如道多图 要而言之 不出两种 你进入佛道 有很多途径 但是总结来说 只有两种 一种叫礼入 一种叫行入 这个礼入 那就是逼关 再就从行上入 从行上入 提出三点 提出四点 有四种行 那一切行 都入在这四种里面 这四种是哪四种呢 第一是抱怨行 抱怨行就是碰到逆境 碰到冤家对头碰面 碰到别人的诽谤 碰到别人的侮辱 殴打 碰到这些 你要做还债行 要不忧愁 不报仇 叫做逢苦不忧 抱怨行 第二是随缘行 随缘行 这是从圣经来看 你各方面都很顺利 明文立养都能得得到 你要关照 这个得实是多生多结的 善因的这个结果 所以是对自己善因的好报 对自己跟自己无关 要把这个继续下 就继续修善 八风吹不动 这个喜风也要不动 这叫随缘行 第三就是无数求行 这就跟我们这段 绝密妙行菩萨开示 是非常一致的 无数求行 就是世间人长久以来 都迷惑颠倒 他不了解真正的 福报的来源 带着他的那种烦恼 处处贪恋执着 处处贪着 这就叫求 那真正有智慧的人 了解事情的真相 知道这个夜因果报 分毫不差 所以安心在无为的法性 这个人生的命运 就随着他自身的夜运去旋转 总之他都是空 所以对一切无所愿乐 而且还有一个 要知道功德天和黑暗女 是长祥随主 功德天和黑暗女的典故 出在《大涅槃经》 这个典故很有深刻的人生哲理 说有一天有个 有家人 看到门口来了一个 漂亮的女人 长得非常端章 全身挂满阴落 笑容满面像天女似的 那个女人来 那个主人就问 你是谁呀 你为谁属俗啊 她说我叫功德大天 只要我到达的时候 哪一家就功 七宝 财富就会隐满 各种好运都会来临 等等 这个主人听 哎呀好啊 请你进 请你到我家来 把她供为上座 刚刚供为上座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女人 长得很丑陋 长得很黑 很黑黑的 衣衫蓝褪 皮肤焦黄 蓬头勾面 哎这个主人 你是谁呀 你为谁属俗啊 这个女人说 我叫黑暗女 我所到之处 使这个家庭的财宝 全都消耗掉 这个一切灾祸 都会来临 哎 这个主人听 就拿着刀子来 你给我走 你再不走 把人杀了 这个黑暗女 说你 你怎么这么愚痴 怎么赶我走啊 她说你怎么说我愚痴 她说你 堂上供的那个 那个功德天 我们是姊妹呀 你接纳了她 就在接纳我呀 我们是长想 永远地 长随在一起的 哎 这个主人就赶紧到堂上 上堂就问这个功德天 说 哎 门口有个黑暗女 说跟你是姊妹关系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哎 那个功德女 是啊 她是我的 我们是姊妹关系 你只要接纳我就 必然要接 接纳我的 妹妹呀 哦 这个主人一看 一颠量这两者关系 就说 好了 你可以离开了 我也不接纳你 你们俩都走 所以功德天和黑暗女 都离开这个家庭 这个主人 才如是重负 心生欢喜 那你看 人生也是这个 你得到一个好处的时候 必然会伴随着一个不好的东西 世界上没有什么完全好的东西 比如你当官 当你当到官的时候 你就很忙哦 你就没有自己更多的自由 他基本上他就交给这个国家了 你所有的时间都要由下面人安排了 那那些很有名的人 你出了名了 大家就在找你了 你也这个作为公众人物 大家都在注意你了 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一个小小的毛病缺点 都被报纸曝光放大了 而且大家都追着你 你到街上一出现 就被围得团乱转了 你都没有个人的自由了 就好像一个出名人 最后苦恼到什么程度 哎呀 有什么办法 那我不出名 他就是 你出名就有出名的烦恼 你当官就有当官的忙碌 无关于心情 他这个都是伴伴随着的 你不能说你得到了好的地方 坏的地方就不要 所以要知道人生就是 功德天和黑暗女 是奴隐随行的 你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不是更有内智啊 更有智慧 在关照这个三界 这个欲界里面 你再怎么样的命运 都是活窄 有这个身体就是苦 有什么安乐可怜呢 所以了达这些东西 就西想无求 把这妄想全部停下来 无所求 所以佛经常常讲 有求皆苦 无求乃乐 所以无所求 就是走向了修道的道路 有所求就累了 在八苦里面叫求不得苦 那往往人在求不得苦当中 有这个贪心 他就不断地去求 这就是鱼吃啊 这要知道 你这个世间上 你得财富 你就是得到一块钱 都是命运决定的 何况你要得到大的公民 大的富贵 大的官位 这哪是凭着你的智力 就能够得到的 有很多人总认为 自己勤劳可以致富 挖空心智 去想 去想办法可以致富 会那么容易吗 现在网络有句话叫 勤劳出穷人 为什么会勤劳出穷人 你在勤劳 你命中没油 你就早一天到晚都不睡觉 你去勤劳 你能赚多少钱 如果说这些公民富贵 都是你靠你一天到晚挖空心智 就能求得到的 那么苍苍之天 黑黑正直的神 那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要知道 你就是勉强求得的 也是你命中有的 你命中没有的 你就是挖空心智 用尽手段 想祈祷天 天神怜悯 都是不可能的 关于这个 我们古人都很相信 一饮一捉 莫回前定 有个公案说 唐代有个宰相 叫韩晃之 他宰相府都有些官员 瑞嘛叫官瑞 官就是宰相 瑞就是帮他的助师的助手 那个瑞有时他叫那个瑞过来 他却迟到了 这个宰相就很生气 就鞭打他 随着这个瑞说 你不要生气 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做 所以耽误了 这个韩公说 你是我宰相府内的赎源 你还有什么工作可做 这个说 我被英官所派请 英官这个韩公说 这个就是英才嘛 爷们也请他助手 爷们请他助手 他说你在那里住什么呀 他说我在那里管 三品官员以上的食料 就是吃饭的食料 这个韩公听到就不相信 还有这能事 好 那你看看 我明天将会吃什么呀 这个瑞他的下属就 就用一张纸 把他明天要吃的东西 先写下来 交给他 交给他来做验证 看看他说的对还是不对 第二天早上 果然一大早 这个房地就有赵令来 这个太监 给他进了一个 一个饮食 叫糕米 糕米 这是房上 吃的一大块 割了一半 吃个宰相吃 宰相吃 吃完之后 那个 那个房地就 是问 好吃不好吃啊 那当然 不管好吃不好吃 这个宰相 当然很好吃啊 感谢皇恩呢 好吃这个房地 又给他 一盘了 这一次房地吃的 那也只能勉强吃了 这一次就 就脏肚子 一脏肚子呢 赶紧就派太医来治疗 太医治疗 由于吃得太饱了 所以就给他开了 橘皮汤 橘皮汤呢 到了 这个 一西洋化 到了晚上 再喝点姜水 第二天 他就 一天到晚 就被这个 这个 扶胀 治疗 这个折腾了一天 第二天才 恢复 正常 所以呢 等他第二天 恢复正常 没想到这个 内的情况 他就把那张纸展开一看 果然上面写的 两盘高米 三碗 橘皮汤 所以他这个 就是那个 实调 就写得很清楚 哎 他这个 这个宰相 就很奇怪了 就进一步问 难道人间的实调 都有 都有 阴间都有安排吗 这个 对于说 这个 是啊 这个 他都是按品级来按的 就是三平官员以上的 是每天 知这个实调 五平以上的 这个 有权的人 就 十天之一次 如果是五平的 官 官位 但是没有实权的 有点像人大政协的这样的 他也是有级别 但是没有实权的 就一个月之一次 如果是六平的 就一个季度之一次 如果有 得了点 任命 但是 这个 他 这个不实录 不实录就是 没有正式的 这种 这种权位的 就一年之一次 他阴间里面都有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分配 所以才知道 一饮一桌 都是命中注定了的 你有吃多少 哪是你一天吃多少 他都定在那个地方 所以古人谈这些东西 周围 他常常会讲述 一个一旦知道这些情况 他这个强求之心 勉强求的心 自然就会下来 再加上 如果是你命中没有 你挖空心境 勉强得到的东西 实际上 不是好事 你勉强得到的 你命中没有 勉强得到的 你只有侮辱 没有农药 最终只有损失 没有获得 而且有杀生之祸 没有利益众生之功 有审害自己道德的灾祸 没有尽善之福 这样天神都会厌其 善神都会放 不保护 勉强求的 勉强求的 现在很多人 由于不信经过 就勉强求 包括做官 想方设法 去托门子 走官心 实际上 你命中没有官位 或者你只是做一个处长的位置 你一定要去当个部长 这东西都是灾祸 这个孟子里面讲 孟子曾经有个学生 实际上他在孟子下面呢 听了一段时间课 听不进去 听不懂就退学了 叫彭成国 他是齐国的人 结果呢 他回到齐国之后 忽然他当上了 这个 上卿了 就是官位很高 高官 当这消息传到孟子这来的时候 孟子就说了句话 彭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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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一 就是这个孟子就有这样的一个 说他当了这个大官 他死齐也快到了 果能不到一年 就有什么一个变故 彭成国真的被齐王给杀了 给杀了之后 这个下面的学生就很奇怪 就问孟子 老师你怎么一年前就知道他要死呢 这个孟子说了句话 说这个彭成国 其有小财 并未闻君子之大道 所以他现在得到高位 足以杀生而已 取杀生之话而已 你说一个你得上情的这样的一个高位 你又是一个小聪明 用小聪明的方式 用小人的心理去去占着这个高位 那可不是麻烦吗 小人就是嫉妒 不能聋 不能聋忍别人 这个拉帮结派 一切都是个人的利益在前 怎么你在这样的情况 你一定会得罪上上下下的所有人 你可不是杀生之祸就到来吗 所以这个东西 你在一个 你没有这个命 你夫人到那高位 足以杀生而已 就像文革的 原来王洪文一样的 如果他在厂里面做个保安处长 保安科长 他一辈子将会活得很好 你夫人要他去做党和国家领导人 甚至还要做接班人 那个不麻烦吗 他没有这种水平 他没有这种心量 他没有这种德性 那你不是害了他吗 是吧 所以这一定要注意 所以众中有失者失之 第四点就谈到 孝道问题 普天之下 对我们最有大恩的 莫过于父母 父母还在世 就是唐前的佛佛 恭敬供养父母 等同恭敬实体菩萨的功德 父母去世之后 还要圣中追缘 还要祭世 要常常思维 我这个身体 人的生命是最重的 最重要身体从哪里而来 这个十月怀胎 出生下来 自己没有一点能力 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思维这个 就得要反本寻缘 尽心尽力 来尽世奉承父母 这是一个修道人 一个正人君子应该的行为 好 现在不这样做 反而不结怨于父母 跟父母结怨 不听父母的话 跟父母斤斤计较 父母叫声一句 你就要争辩 甚至不理父母 把父母看成仇人 再就是娶了妻子 只顾妻子小家庭的利益 对父母的这种生活 不关心 不造调 有疾病 不去治疗 就是父母有病都不知道 甚至现在很多农村挤兄弟 本来要轮流抚养父母的 挤兄弟就像踢皮球一样的 你踢个我 踢个你 谁都想把父母推到外面去 上次听一个内蒙古的句子说 他说的都很伤心 他有个亲戚 竟然把年老的母亲 用摩托车推到大沙漠里面去 就抛掉 抛弃母亲 现在出现这个事情 那就是 再就是父母去世 不去埋葬 或者父母跟他讲句话 他就要报复 就像一般都要报复 这些都是禽兽都不如的行为 那个羔羊还有贵辱之报 池乌 池乌 还有反哺之恩 你连这个羔羊和池乌都不如 所以这就凯坦 污夫 如果做一个人 在对父母行道方面都不如禽兽的话 那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现在甚至恶劣到杀父母的程度 结果这一二十年这方面 杀父母的报道 长长长的听闻道 这都是这种 这种人心已经荡然无存的 这种残忍 对父母都能够下手杀害 这种人还能够谈什么呀 那是禽兽都不如 所以众中有失者要思维这件事情 所以上面就谈到四点真实的修行 第一要有平淡 降乎烦恼 振兴诚意的心 这样的功夫 第二要有谦虚 谦卑 不是接纳那些平庸之辈 而是清净善之士 第三要知诸常乐 第四要行孝 报德 好 这些 你看绝密妙性菩萨 在这次这样的一个法会上 对一会的三十多人 以鲁家的中庸 典籍来营生开 让这三十多人 怎么去修道 怎么去信因果 怎么对善恶有什么样的态度 然后提出四点 具体在身心剑蕾上的这种开示 实际上对我们现在 都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西方缺子 作为大德比修 作为君士同修 请宣开文本第四十一页 请看第五十三段 侥幸做官 得恶国 这段开示 对我们现代 这个时代 都很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般社会上 在人身的价值观上 对作官都很神往 都希望有一官半职 有权力 一方面又光中要足 另一方面呢 更重要的权力 还能够带来很多的利益 所以现在考公务员 可是非常跑火了 一二百万人去竞争考公务员 这已经反映了中国社会 对这个权力的追求 已经到了非常非常炽热的程度 在八十年代 我们八十年代的大学生 对做公务员 做官 还比较弹幕 甚至很多都是 齐观不住 去做其他的 好要的事情 仅仅就是二三十年 变化这么大 对做机关 做公务员 都是 几千人 几万人 去竞争一个岗位 这说明我们的价值观的 这种倾斜 好 那做官 中国历史上也强调 学而优则是 官 官员的 官职的设置 也确实作为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原来是皇帝 这个责任重大 但是这个认重就要靠大家共同来做 所以就设置各种类型的官位 就好像人的身体的 多少的器官 来共同的来运作这个社会 所以这个选官 官员的选拔 原来都是要经过科举的方式 还有经过举校联的方式 当然也有继承的方式 总之要有一个道德和才能的结合 那么一个人能不能做官 也不是偶然的 有主上的积德 也有自己的道德的这种辅报 才有可能做得上官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有人 也提出他想求官位 问菩萨我能不能求得到 好 学问妙性菩萨开始 直接了当说 做官这件事情 你就不要打妄想了 没有你的份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做官是要有资格的 这资格就是他有才能 这提出文武勇才 文就是通达经史 经典历史你通达 这就叫你有文 然后你有韬略 韬略是六韬三略 古代的兵书的名称 就是你能够对用兵的谋略 能够练达 这就算你有五 然后你身上的力气 体力很大 力量过人 这叫勇 你的智慧能力 也是出众 这叫财 你当官必须在适者当中具备一种 或者做文官 或者做武官 总得要具备一种 才有可能有做官的资格 如果四种 如果四种 一个都不具备 而你就要想做官 那只不过是图侥幸 图侥幸呢 他就会想其他的办法 走门子 拉关系 甚至还会采取一些非常恶劣的行为 这个图侥幸 你想图侥幸去做官 这就表明你命中没有这个命 但是你这个权利欲很大 想利用种种手段 获得这个权位 你这个念头 首先就不正 你念头不正 一旦你真的去做了官的话 那你做官的本分 就会失去 做官是什么本分呢 你上要对上师 原来可能就是对皇帝 要忠心耿耿 对下要关爱老百姓的利益 造福社会 所以原来传统社会都叫官 叫父母官 父母官是告诉你 你对一切老百姓 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 那子女的这种利益 子女的要求 作为父母 就是子女没有提出来 首先都会体会到 赶紧给他满足 所以父母官就要有一个 父母的人爱之心 这是助官 要具备的基本的道德素养 如果你图依靠性 如果你图侥幸得到这个官 你就是带着功力的目的 去弄这个的 一旦好不容易弄到之后 你就会 撞权势 假借这个权势 来掠带民众 提劳民众 来中保自己的口袋 决定 决定不会 思维着 为国家 为民众 做些好事 一谈到这个 我们就会看到 确实有些官员 在关键时刻 为了保自己的官帽子 不顾老百姓的利益 乃至于生命的安全 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资料 就是59年到62年 所谓三年智能灾害 中国饿死的人群里面 最近我看 安徽的有一个高官 叫张定凯 原来做副省长的 他写一个回忆录 就三年当中 安徽死了多少人 安徽死了五百万 这么惊人的数字 跟这些官员 为了保官帽子 把眼睁睁地看着 多少村庄 一村庄一村庄死亡 饿死 不上报 粮仓不开 还应该厌恶 还说行事 一片大好 这是为什么 这完全就是 对老百姓的生命 就像蚂蚁一样的 去看待 他在那种 左的风景之下 他把讲的真实的情况 自己官帽子没有了 为了保自己的官位 就竟然这样的去做 同样在一样的环境当中 浙江省只死了十四万五千人 而安徽省死了五百万人 这也跟官场的风气有关系 就在同样的政治环境当中 有的省的官员 他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些 他一旦是 为了个人的利益 把老百姓作为他 中保自己 财富的手段 他绝对不会为老百姓 这种贪官 这种监官 最后他的后 下场是很可悲的 就由于安徽省 这个样子 所以省委的领导 全都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 全都出局 全都下台了 全都下台 只是他的花报 未来他的果报 那一定是到三个道里面去的 因为在你手上 饿死的人太多了 这不能怪自然灾害 不能怪什么 完全就是官员本身的问题 这是不能推卸他的责任的 我们在孟子里面看 有这么一则事情 孟子当时作为齐国的上亲 他也有一年碰到饥荒的时候 他就到地方去考察 确实也很多灾民 也有伤亡的情况 孟子就跟几个地方的官员 其中有四个官员在讨论这个问题 其中四个里面就有三个 认为没有责任 因为上面齐王是有政策下来 我们是根据上面的指令去注释的 结果在碰到最后一个时候 孟子就跟他谈一个什么问题 说你做官 比如说你接受了一个人的委托 放牧一群羊 放牧一群羊的时候 那你肯定作为受委托的 要把这群羊把它放牧好 使它生长健康 但是如果你放牧的时候 忽然碰到没有草了 或者种种原因 这个羊吃的东西没有了 没有的时候 你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你是让这个羊饿死呢 还是把这个羊交给主人呢 这官员说 那应该是既然没有草 也没有其他的来源 那就可以把羊交给主人呢 好 那就抓着孟子说 好 那你在饥荒的时候 这个齐国的国君 任命你做地方官员 就等于交给了这个羊给你代理 当你这个老百姓没有粮食吃的时候 要饿死的时候 你这时候 你可以辞职啊 你现在你没有辞职 没有把老百姓交给国君 你还继续在你的岗位上 而且没有作为 让这些老百姓都饿死了 你有责任 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这个官员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说 我知罪 我有罪 你看看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现在在我们中国 有多少官员有这种责任感呢 在你的这个组织 在你的当省长 或者当市长 当县长的时候 饿死了那么多人 你没有责任吗 你可以辞职啊 你不辞职 你没有采取任何的行为 只是保你的官位 那肯定就有罪哦 它是有罪的问题 这个 做官不是好做的 这个没有慈悲心 没有担当的责任感 没有为天心 天心利命的心 你怎么能做官 如果把这个官位 作为自己谋取财富 搜刮名字名高 进行权力寻租 这种极恶 极得恶 越来越深 而且不改悔 那问题很严重 乃士一定会 做牛 做马 做骆驼 做女子 古人一句话叫 一事为官 九事为牛 你清疼的不应该 不是说你命中 有的财富 那你以后 一定要变畜生 去偿还的 多生多节去 去还 所以你看 在战场上 有一个驱赶到 正常的一些畜生 像马呀牛 都是前世 曾经做官 贪官位 得到不易之财 而且没有一丝的政级 没有一丝的功劳 给老百姓的这些人 菩萨是六五眼圆明 都看到这些畜生 他上一辈子是什么身份 所以这个报应之礼 是很明显的 县世有遭受国法 惩处的花报 乃世有下山高岛的果报 以及对子孙后代 都积累了无边的摘殃 但是现在很多官员 就是被判刑了 他都没有不知改悔 我好像也是去年看 看一些报道 说四川有一个 就专门关那些贪官的地方 条件还挺好 但是那些贪官在里面 没有一个有忏悔意识的 他是觉得自己 只是倒霉了 被发现了 怨怨还是说 比我贪得更多的 他们都还在外面 为什么要关我 都是这样的人 现在这个东西 就是哀默大于心事 到这个程度 原来我们在金融系统 对业都有一个贪官 贪得数额非常大 以亿为单位 他还是 也是高学历 在国外留养回来 还拿了个养博士 然后回来做官 能够清等等的财富 结果关到监狱里面去 你看他竟能厚颜无耻 到什么程度 他跟政府还谈条件 说我能够 你们放我出去 我能够给国家赚多少多少钱 回来 然后在监狱里面 还所谓搞科研 翻译这个翻译那个 有时候看到这些 我们都觉得 中国的教育的失败 到这个程度 就是他犯罪 到这个程度 他没有一点羞耻感 没有点忏悔意识 一点都不认罪 这就是我们教育 巨大的失败 所以 这些贪官 就是被关在脑狱里面 如果贪得多 就会遭到国法的图 判死刑 自己判死刑 然后他们的后代 也都是 一定是 没有出息的 乃至于 乃至于 这个 断 断 断 总 没有 传承 子孙的 都是这些贪官的最后的格局 最近我看 那个 宗族部部长 在中央党校 给那些高官们 讲课 我看他讲来讲去 还是讲到 说什么 根据我几十年的经验看 那些贪官 子孙都不好 那些 政治的官员 子孙都很发达 所以劝大家 还是要 节省自好 他说的 说起来 说到中国传统 还是说 英国的问题 所以 你在官位上 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掠夺 不应该掠夺的财富 这就是 不义之财 不仁之之物 尤其 对一些官员 跟这些商家企业 联合起来 作为一个新的利益全体 跟老百姓争利 这个都是有果报的 虽然现在他 他很 他很滋润 可以得很多钱 现在这个官员 真的是 需要进行 因果的教育 他有因果的教育 他就不敢 现在他问题 就是说 人死灯灭 就这一辈子 不捞白不捞 所以他就猛力的 进行权力寻租 这就是 贪污腐化 雷紧不绝的 这样的一个土脑 和颠倒的 支见的问题 这些贪官 把这些贪来的 不以制裁 来祭祀自己的祖先 他的祖先 都会被牵连到 他的罪恶 把这些不干净的财 来买祭祀之物 侍奉 既是神明 神明都是要发露 要憎恨 用这些不义之财 来供养 祖佛圣贤 祖佛圣贤 都要为他这样的财 来掉眼泪 确实有些贪官 贪了很多钱之后 他就觉得又害怕 又想消消灾 就把这些钱 到寺院 修点寺院 做点什么 那这个能够消他的罪恶吗 祖佛圣贤 为他的这样的罪恶的钱 掉眼泪 如果把这个钱 去供养那些有道德的 有人爱精神的人 这有道德的人 借到他这种钱 都为之深 惭愧心 不敢要 脸红 这就是贪官的下场 所以这贪官都有时候 最终他伤害的也是自己 贪到很多钱 这个钱又不敢存银行 这个想方设法 就存到海外 存到海外 就把自己的家人 全都转到海外去 现在有一个说法 叫裸体官员 就是一个人在这里做官 等到风声不好 他自己滋溜下 就开溜了 就逃到海外去了 这叫裸体官员 但是你说 他贪得那么钱 到海外 买点别墅 买点什么 你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他已经做了亏心事 所以最终这是很愚痴的做法 那么这种 在官位上 即便罪恶不到那个十分的程度 但是由于官场上 为了利益勾心斗角 拉帮结派 相互接怨仇 相互接怨仇之间 他后世也一定要有冤冤相报的 就或者抱成一个羊啊 猪啊 鸡啊 犬啊 这些力量不够 没有力量抱人的这些出身 以及下一辈子成为很贫穷 很下贱 遭受种种的厄运的这样的人 这就是贪官的下场 就是侥幸做官的人 还有一批靠不正当的手段 获得一点官位 在这官位上 即便他也做了点好事 为老百姓做点点好事 但是这个好宗 好事里面 未免有假公济私 公事里面有夹杂着自己的私心 善里面有他的恶业 但是你做了 做的一些好事有辅报 做的这个公中有私的恶业 他的罪报也是不能逃脱的 这就是贪图 这个有限的一点世间的官民 来得到 累生多生多劫的恶果 这就是那些侥幸做官的人 他存心就是在利益上 在欲望上 所以他的利益勋心的这个官员 一定是要造恶业的 造恶业一定是有报应的 所以上面所谈到 他下辈子说 有力量的出身来报 或者没有力量的出身来源源相报 这是在他的涅力的因果上 是决定不虚的 我们看那个纪晓兰的笔记 约威唐笔记 纪晓兰的约威唐笔记 都是来着真人证事 说他有个同事 一对是走派阴官派阴差 结果到阴差里面发现 地狱里面很多都是住官的 尤其是住官旁边有几种人 就是秘书 他的家庭眷属 就是没有官位 但是利用了有官位 来谋取私利的人 那地狱的人更多 所以这个人一到地狱 看到这种情况 赶紧写信给他一个侄子 在县衙门干事 叫他赶紧不要到县衙门做事 赶紧出来 离开这个行业 那你看现在 如果官场的风气不振 升官多得要 要什么 要跑关系 要送东西 不送你就上不去 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有几个不照应的 他的工资会有多少 他能送送出去多少 所以这些 所以做官不好做 现在 也没有自由 也 也没有多少的 作为的空间 然后呢 在这样的一个观场上 他太累 所以这些都是 很畏惧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只是看到 当官的风光 他不知道当官的难处 不知道当官的后果 所以这一段开示 对于现在的那些 很热衷于官位的人 他要反复去读一读 一定现在 先要有自知之明 如果没有 没有通 金史之文 没有通 军事 韬链之武 没有 力量 过人之勇 没有 智能 出众 之才 你就不要 去打 妄想 就老老实实的 你就某一份职业 自私其日 其力 其实一个人 不一定非得要做官 做官不应该是 自己求的 说实在话 做官是你的福德智慧 到那个份上 人家能够推举你 为好 而且对官位 不要贪恋 古人很多做官 很潇洒 有机会出去 做官 就是利益众生的 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 如果这个因缘 尽了 我就可以退下来 退下来 助我 助我感兴趣的事情 尽可以做官 退可以 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不一定非得 非要做官不可 现在人上了 这个轨道上 非要做不可 而且非要 越大越大不可 但是你越大越大 这里面就是个 金字塔 你当个处长 是好当 你当个局长 试试看 你当个部长 看看 你当部长 再往上升 越来越少的人了 那求不得苦 那为了这个官位 有时候他残忍的心上 还要派 派杀手 职业杀手 把这个政敌干掉 来扫清道路 人人都像拱猪一样 一定要想向上拱 所以你说 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活得累不累 而在你拱的过程当中 你说假话 用心机 甚至不惜到杀人的程度 你说说 这个捏造的有多大 现在搞的这个官本位 到什么程度 这个广东一个六岁的小男孩 幼儿园的孩子 人家问他 你大了以后想干什么 他说 我大了以后想做贪官 连个小孩子都说 他的理想要做贪官 为什么要做贪官 贪官东西多 都你看看 这个你不能怪小孩 纯洁的心理 这是社会给他的一种 负面的换说 现在没有哪个国家 像中国这么多人 喜欢做贪官的 热衷做贪官的 所以这些告诉你 没有做贪官的命 还是老老实实的 安分守己的 一份谋生的职业 然后极功累得 来完善自己的 精神的生命 为好 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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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